柯媽媽說你們隨便在罵柯文哲 會叫雷公講 我今天是高速公路高架橋 在講的時候 雷剛在我很遠的地方 因為我那裡面下雨 就看遠遠的內湖打雷了 柯媽媽說的前提是黑白講嘛 對不對 我們沒有黑白講啊 今天製作人有叫雷公講嗎 沒有嘛 因為我們都說實在嘛 今天誰沒有上節目了 可是呢我覺得很巧合是說 台北前幾天都是中午以後才下雨 今天是很 我特別今天打雷的時候 我特別看一下時間 上午11點45分 開始打雷開始搜索 所以我覺得這個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阿伯過得了生日過不了普渡 因為普渡快到了 過幾天就普渡 我覺得檢察官有看三立節目 因為他知道要去搜木渴 木渴是這個案子的破口 其他的政治獻金 可能都是行政法 但是木渴的金流可能會有人被關 那我問你柯文哲 這1300萬的授權費 最後到哪裡去了 最後到哪裡去了 如果到你柯文哲的口袋 到陳佩琪的口袋 到你兒子的口袋 到柯爸柯媽的口袋 我跟你講 柯文哲 你就準備叫小草給你送會客飯 因為這就違法 對 這叫洗錢 晃哥 你的切入點蠻特別的 今天呢 我們在辦公室都有聽到 砰 對不對 要從打雷開始搶起 是要響應柯媽媽的論述 柯媽媽說你們隨便在罵柯文哲 會叫雷公公 我今天是高仲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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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今天在搜索的时候 正好台北 而且台北前几天都是中午以后才下雨 今天是很 我特别今天打雷的时候 我特别看一下时间 上午11点45分 开始打雷开始搜索 所以我觉得这个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阿伯过得了生日过不了普渡 因为普渡快到了 过几天就普渡 我觉得今天几个重点 我这个礼拜我最大的收获是 我终于知道 原来在台湾主要的政党里面 除了中国国民党以外 还有另外一个党 他有党营事业跟富水组织 那个党叫台湾民众党 成立才五年的政党 他有一家党营事业叫做木可公关 为什么我这么说不怕被告呢 来 我拿证据给大家看 第一个证据礼拜一 木可宣布要停业要清算 请问是谁宣布的 吴宜萱 对 不是李文娟 木可唯一的老板叫李文娟 唯一的股东 不是他宣布 第二 今天早上民众党又是吴宜萱 吴宜萱我觉得你真的是好朋友 你在讲说 检调今天去搜索的搜索票 因为搜索票上面都会开你搜索的地点 他搜索地点叫木可公关 那结果你们民众党提供资料 对 怎么不是木可公关提供资料 对啊 怎么是民众党提供资料 就证明木可就是民众党的党营事业 就是富水组织 好 跟大家补充最新的消息 今天约谈了三个人 下午北极组 李文娟 端木正跟戴力林 那端木正跟戴力林晚上要移送北检赴讯 如果他们拒绝夜间征讯的话 就要在北检住一晚 那李文娟现在在北极组 可能也会移送北检赴讯 好 现在问题来了 我来跟大家讲 为什么我从一开始就在问一个问题 木可的最终受益人是谁 我觉得检察官有看三立节目 因为他知道要去收木可 木可是这个案子的破口 其他的政治现金可能都是行政法 但是木可的金流可能会有人被关 好 来 这很简单的道理 柯文哲的KP跟他的肖像权 所有版权属于谁的 属于柯文哲自己的 对 对不对 对啊 那他 可是我们看到的是 禁总有一笔一千三百万的授权费 给木可公关 所以合理的应该是这样 因为柯文哲的 后来他KP那个申请那个版权 是申请在木可公关 这是艺人把自己的这个肖像权 跟版权给经纪公司的概念 所以当柯文哲的禁总 要使用柯文哲的相关的logo slogan的时候 他必须得到木可公关的同意 所以这一千三百万授权费是这样来的 好 那我问你柯文哲 这一千三百万的授权费 最后到哪里去了 最后到哪里去了 如果到你柯文哲的口袋 到陈佩琪的口袋 到你儿子的口袋 到柯爸 柯妈的口袋 我跟你讲 柯文哲 你就准备叫小草给你送会客饭 因为这就违法 对 这叫洗钱 好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 柯文哲身边的这些人 我就不一一点名 你们在去年到今年投票前 有没有帮出席参加过 木可公关的活动 有没有代言过柯P小物 木可贩售的柯P小物 你们有没有领钱 你们有没有领钱 如果有领钱 你们倒大煤了 因为如果这个钱 是来自政治现金 那你们就倒大煤了 那拿东西呢 穿上那个七点半那件 因为这个道理很简单 今天吴征 他是民进党发言人 假设今天民进党的选举 有竞选小物 吴征这么帅 出席去代言 你觉得吴征可以领钱吗 不行 虽然他很需要钱 我们都知道 但是他不能领钱 因为他领钱会被打 会被K 一样的 这个道理再简单不过 有没有违法 由检察官来认定 但是如果这样做 是违反职业道德跟伦理 这是政治现金使用的规则 就你可不可以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讲说 木可是这个案子的破口 今天检察官很高兴去搜索了木可 然后约谈了木可 负责人李文娟 我觉得应该约谈李文忠 因为我猜李文娟 可能什么都不知道 他应该是听李文忠的命令行事 可是因为没办法 因为李文娟是木可登记上的负责人 所以一定得要约谈他 好 所以这个脉络已经很清楚 木可是这个案子 有没有人会被抓去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破口 那今天 其实这个道理 检察官 我觉得现在小草门跟民众党人大概很希望 今天去搜查的北极组的也好 或检察官也好 都是卡提诺法学院毕业的 因为他们那些说辞只能呼隆这些小草门 比如说我随便举一个例子 柯文哲讲说 因为我们人不够 所以我们那个key in是委外 对 好 你人不够对不对 可是你们却有很多的时间 把一笔超过 单笔超过一万块的政治现金 两笔拆成五笔 那这个也外包吗 这个也外包吗 很浪贡的 对 所以对啊 合理这不是外包吗 这自己人key的嘛 所以我现在终于知道 你为什么人力不够 因为你们所有的人 在帮别的事情 你们所有的人都在处理收入的部分 要制造一个假象 我阿伯最穷 我没有大财团支持 我都是小额捐款 故意把一笔大笔的拆成小额 他有讲啊 所有人力都投入那个啊 收入啊 都在收钱嘛 所以没有人去核对最后那个账 所以才会搞成这个样子嘛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这件事情 你最后柯文哲会不会被关 我不知道 但是这件事情两个结果 第一个结果是 柯文哲你的诚信 在台湾的政坛已经毁掉了 你从此之后没有诚信 你以后再讲什么话 不会有人相信 第二个 民众党这个后座力 我跟你讲 这是核弹级的 这个党有可能因为这样而毁掉 所以我终于知道 洪河昌今天为什么洗脊而泣 因为他心里恶事 我又可以关灯了 他有洗脊而泣吗 他不是在哭吗 哭啊 对